重序视频 戏课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赵让 在谈什么恋爱呀中饰演时光 大家好 我是时光 在谈什么恋爱呀这部剧里 是一个艰苦卓绝的男大学生 热爱唱歌 但是由于家庭的原因 没有办法去追求我的梦想 对 心情很忐忑 最后因为有几个地方 是一直重复了好几次 然后都觉得还是不行的 特意记录了下午 然后回去找了老师 特意帮我训了好几次 好像有一个是什么 开个假告诫的人 是他们说我不够高冷 不够决绝 是的 去观察一下 身边有一些这样的朋友 就会问那么一小下 相对你来说是恋爱戏份 更难的还是说 这场上还是作艺的那种 恋爱戏份有的地方会比较难 有的比较特别 偶像剧情节的地方 我会 我会 奇怪 我就想了那个画面 那当时是怎么 克服那个身体上 来去演这种戏的呢 脑子里 逼自己去相信 就是说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时光可能 在剧里的话 就感觉很有像包袱 因为他也不怎么会 有那种很大的表情 然后我的话可能就比较 没有包袱 但是你没有包袱的时候 所以他们才会说这种话 没有啊 肯定没有啊 他这个剧情是因为 他跟经纪人就是恋爱了 我怎么敢在这个时候 每场都在即兴发挥 基本上 很多就晴天的戏都是下雨 下很多一伞 然后又要弄什么 很多改了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他只是看人我觉得 你像他跟林暖暖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是很直线球的一个小孩 然后但是 他直播的时候 他那些人就 可能他不太 就是没有那么的 所以他就会比较毒舍 他说我心我素 他是藏狼 我的话可能是金毛 金毛的话在我眼里 就是他比较没性格 在剧里有一个部分 是我跟我爸爸妈妈 他们帮我庆祝生日那块 我那会其实也不是感受身受 但是就是挺希望能跟爸爸妈妈是一个那样的相处模式的 那有时候最难的一场天 林暖暖送我回家的那一场 我当时住着拐杖 然后上楼 刚拍没几天 然后又很多东西 我都不太适应 拍了好久 就是分状态 分和谁待在一块 就和熟人待在一块 我可能会比较闹腾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其实一开始这三首歌 就是还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主题 然后是全都写完了之后 发现他的歌词刚好是这样一个顺序 然后我就裁定的 那之前说会因为跳舞视频还太多焦虑吗 所以你是一个最自己要求很好的人 我就看那些跳舞视频的话 就会想了大家都是人嘛 就是为什么他们跳成那样 然后我就不行 那你心中觉得比较想达到一圈 我们比较想达到一圈 然后说人生标端也要远 我觉得能够跳得像一星老师 就是加尔老师或者凯老师 就已经是我觉得很厉害了 那前段时间也参加食道参加节目 我的参加节目吧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食道的参加 一个是看肤色打颜色 然后还要就是分辨这个人的身材 然后给他的身材量身定做一些衣服 那你今天这边是谁打的吗 我今天真是说自己 今天这身是为了跳舞的 就也不是特别宽松 还是很修身的 但是他跳的时候能够抖起来 这样他会显得框架比较好看 一半黑一半红 红的话就是代表就是比较开心 比较热情 比较阳光的一面 黑的话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 比较负面 或者比较不开心的时候 算是有一些是完全不会 但是有一部分可以也愿意 找别人来帮我解决 知道啊 所以你也是会自己给输自己 哎 我不会啊 我这你说过 哈哈哈哈 再有一个你爱死了 这个你爱死了 哈哈哈哈 哦这个就算 嗯对啊 这个就是开玩笑吗 我有朋友发现 你说要比较 哈哈哈哈 然后一堂玩会怎么做 不会啊就是 发那些那种表情爆 变成狗头 这两个都我都挺能忍的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小学生有很多打游戏厉害的 被认成别的明星 我也挺开心的 觉得哇 我还有成为巨星的气质 憨傻快乐 怎么算了 怎么算了 但是这个 就算了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